我觉得你内心里头是早就知道答案了的 他变了 他现在更爱前女友 前女友没工作这件事 一定是要通很多通电话 甚至还要听到那个前任在电话里哭哭啼啼 那然后他英雄救了美之后又不敢跟你说 因为他明知道你肯定会生气 但此刻他的心早就偏到前任哪去了 为什么淘宝和QQ换密码 你敢不敢让他现在爆出密码来 我直接登录 我们看看有没有给女孩子买东西 这没有 没有没有 那么再看一下你的转账记录里头 是不是当初改密码 就是为了偷偷地转这五万块钱的账 从什么支付宝或者其他地方给前女友 不是为这个事情 都不是 那么现在你心不对他打开 钱包不对他打开 你有什么是对他透明的 是这样 他要需要用钱的时候 对我说我会有多少给他多少的 现在还有吗 还有 还有 也有 确实有 还有多少 这个就不要说了 你还给我多少 钱都是被你给前女友的 你还给我呢 所以姑娘 当一个男人四十岁还没有结婚 四十五岁还说要再等等的时候 他不配跟你走入婚姻 他一定在心里头有自己的各种挑剔 各种不舍 居然敢当着你女朋友的面说前女友更漂亮 正会在他未来的人生几十年里头 每照一次镜子 他心里都会拉一刀 你每一次一看着他走神 他都会去想 天哪又去想那个漂亮迷人的前女友了 你还是离开他算了啦 当你的男朋友都不认为你是最迷人最漂亮的 你要他干嘛 他都不懂得审美你 你只会被他等老 所以姑娘 他一定在心里头有自己的各种挑剔 各种不舍 可能不舍的是他的单身生活 可能计较的就是他自己 他一方面要温柔贤惠 另一方面还要漂亮迷人 离开他 他不配跟你走入婚姻 你只会被他带走入婚姻